今天的重點就是要跟碧莉姐一起走紅毯 這就是今天我來參加的目的 所以我很開心第一次跟媽媽一起走紅毯 太棒了 不緊張啊 對啊 因為其實我今天就把我自己當新人 我是第一次參加金曲獎 我那個年代沒有金曲獎 對,所以我今天來參加就好像來Party 那你還有什麼啊,加油打戲一下 還是加油打戲 他幫我加油打戲 對 我通常其實出席活動 我其實是滿牌是因為我會很緊張 今天稍微好一點是因為今天 我是以製作人的身份出席,不是以歌手 所以我稍微比平常再輕鬆一點 然後今天也有毕莉姐陪我 所以我覺得他有幫我分擔一些壓力 他比我興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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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一直翻新秀 在家裡走來走去 然後一直換造型 所以你也在家裡有練習走紅毯嗎 沒有 因為我每天都在 我每天都在翻新秀啊 他一直都是穿搭 他一直都是穿搭 我自己今天早上有在PO文說 畢莉姐是我覺得穿搭最厲害的 對 他的特色就是一站出來就知道這是他的Style 我沒有 我從出道到現在沒有造型師 我全部都是我自己自己做造型 對 這次是你比你派以來的手在去錄文 那接下來還會看到你跟媽媽有些合作嗎 在音樂上 我覺得如果比利姐願意再讓我製作的話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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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都是這樣說 去錄音的時候我都是皮皮抓 其實我也皮皮抓 因為你們要思考一下 就是你幫你媽媽製作 幫她錄音這件事情 然後又是比利姐 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媽媽 她是比利姐 所以作為一個製作人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她有各種因素讓我必須要把這個最好的作品給她 所以在製作的時候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所以這麼多年為什麼她一直叫我媽媽寫歌 我都沒有寫 是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沒有那個把握 對對對 所以這一次能幫她製作然後入圍 我覺得已經是很開心 因為這個是屬於我才有的機遇 就是可以幫自己的媽媽製作 對幫自己的媽媽打造 所以我今天是覺得很開心的 講短一點啊 讓我講講短一點 好 妳講妳講 沒有這首歌比利卡厲害 真的一般是做不出來的 因為你們一定要知道這首歌是chilling 是funky跟soul 然後那個年代有那個年代的文化 的舞蹈 你看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 大家都會唱大家都會跳 所以你這麼年輕的人 他會來做這樣的音樂 對 就是因為他聽很多我那個年代的歌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 阿比利卡厲害 阿比利卡厲害 我沒有 我其實沒有想太多 對 我沒有想太多 然後當初 我其實完全不知道有報名 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是公布的那一天 起床然後就有人傳訊息給我說恭喜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一直看 然後有人tag我 他發現說喔 有報名 然後我入圍了這樣 所以其實到現在我 都還在消化這件事情 對 那剛剛有提到幫媽媽寫 現在開始寫了嗎 還是 還是不敢 其實我幫她寫了一些其他的歌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哈哈哈 好可憐喔